正好我剛剛播給觀眾朋友看的是CBS的專題報導 事實上喔 美國各大媒體今天都不斷的follow 這一個新的能源發現跟戰爭 因為美國國家的研究實驗的單位 號稱有核融核的突破新技術 對我們人類可能真的要製造太陽 因為這件事情是美國的能源部 去公佈了新的技術的創新 我們要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都有核電核電核電 其實現在核電其實來自於是核分裂 那我們現在未來技術叫做核融核 這樣是截然不同的技術 我先跟大家講 大家把它可以想像 我們現在的核能發電廠叫做核分裂 它是由一個誘惑部 從一個原子分裂成兩個原子 從兩個原子分裂成四個原子 四個原子可能會分裂到八個原子 十六個原子 一直成指數跟倍數的成長 它在這種分裂的過程中會產生能源 來讓我們核子分裂或是核電廠之所用 可是最後兩個顯著的問題 在核分裂的過程中 基本上它是有一個由一變多的過程 所以才會有我們講所謂的失控 或是安全性的問題 當你分裂分裂分裂過程中一失控的時候 它如果沒有辦法讓核分裂停止的話 就會發生我們所謂的過去的核災難 這是第一個大問題 第二個核分裂的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放射的核廢料 核廢料的半摔期都是以幾萬年都起跳的 所以現在所有反核的人都在問核廢料怎麼辦 可是在這樣的過程中 大家一直都知道有一個技術叫做核融核技術 核融核技術一直存在科幻中的技術 從我小時候念書就聽過核融核技術 一直做不出來 這個做不出來並不是物理意義上做不出來 是經濟上做不出來 我等一下跟大家講 現在終於被宣布突破 核分裂大家記得 剛剛我講是一個原子分裂成兩個 兩個變四個 四個變八個 八個變十六個 核融核的本質是讓兩個原子來融合在一起 這兩個原子核都帶正電 這兩個原子核在帶正電的過程中 要透過大量的能量去擠壓 把兩個原子擠壓成一個原子 擠壓的過程 因為都在正電會排斥 那個銅系相似這最基本 大量的能量把它擠壓之後 擠壓過程如果變成一個原子之後 它會產生多餘的能量 這個東西就會變成我們用來發電之用 可是過去都會發一個問題是 兩個原子核在透過大量的力量 大量的能量把它擠壓過程中 它發的電少於我們供給它的能量 這才是大問題 我們做得到 過去一直都做得到 可是如果我們要給它100的能量 可是它擠壓完後只施放出80 那這是完全沒有用的廢物技術 因為我們出的電比我們獲得電還少 可是這一次多了20% 所以這就是關鍵核心之所在 這也讓所有全世界科學家認為 未來找到能源的新解方 核融合跟核分裂最大的差別 第一個 核分裂危險 核融合不危險 核分裂就像我講 它是由1變2 2變4 4變8 8變16的過程中 當然核分裂一旦失控 就會發現超出預期的能量會爆炸 可是核融合是由2變1 越變越少過的 它沒有爆炸的問題 所以很安全這第一個 第二個 核分裂幾乎沒有核廢料 核分裂最終的成果會變成是氦氣 什麼是氦氣 就是打到氣球裡面那叫氦氣 它是完全對於人類是沒有影響的 然後它會產生很少很少放射物質 半摔期非常非常短 跟X光的廢料差不多 所以對於人類來說 如果能夠做出核融合的話 就等於找到能源新的解方 而太陽 我們每一天早上起來看到太陽 太陽發射的光 太陽發射的能量就是核融合 所以才會講說我們人類 終於有機會在我們的社區 每一個社區有一個小型的人造太陽 來為大家發光跟發電 那目前來說這個新里程碑 產能首度大於消耗是20% 可是這個東西遠不達不到所謂的經濟目標 其實有個叫做國際核融合實驗反應爐 它設在法國的南部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裡面美國 中國 歐洲 印度 日本 包含俄羅斯等35個國家 都投資這個核融合反應爐 它的目標是什麼 產生10倍的能量 現在產生28等也產生0.2倍的能量 它只要產生到10倍的能量 就有可能會可以做到 所以現在我講 大家都在 所有科學家都在投入 如何讓核融合的能量下降 然後產出變大 目前來說 有趣的事情是 2025年是民進黨的非核家園對不對 2025年很有可能是核融合原點 所以當世界 2025年第一個商用的核融合 核電廠發明之後 民進黨要廢核 所以這件事情是國內政治最... 沒有 民進黨到時候會說要廢傳統核 追求科技能源新核 我樂觀其成 我樂觀其成 他如果廢的是核分裂 然後追求核融合 我樂觀其成 所以民進黨現在趕快搞清楚 要想辦法法夾彎了 我聽到兩年先通知你們 法夾彎的理由要先想清楚 另外一件事情 就算2025年有世界上第一個可供商用的核融合 它也沒辦法大規模使用 可預期了10年 20年甚至30年 還是醫藥現在的核電廠 就是核分類來發電 現在我跟大家講 日本已經嚴厲取消60年的運轉限制 它要讓一些老的核電廠 快要60歲了 我讓它繼續研議 只要持續的保養 持續的更換必要的領主件 我就可以用60年 70年 80年 英國宣布要興建8座核反應爐 法國宣布2028年要開始6個核電廠 基礎要開始改建 所以現在全世界 確實因為311海嘯的關係 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反核的熱潮 可是問題是現在因為能源的缺乏 因為電動車的興起 因為惡物戰爭 因為石油的減產 因為貼產器的減產 世界各國主流意見是要重新蓋核電廠 所以一樣明年民進黨的總統候選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我到底要不要廢核 我到底要反核 所以這些事情會從國外的一個科技一體變成國內的內政問題 這是一塊核能可能真的要邁上新紀元的 另外一塊 另外新紀元叫登月 登月我不是亂講 我先跟他講 人類如果可以成功登月的話 人類的核融合技術可以突破 我先講 現在整個登月的美國 日本還有歐洲太空總署 成立的叫做阿提米斯計畫 阿提米斯計畫是希望了 繼過去阿姆斯狀登陸月球之後 人類可以在2025年重返月球 那這個美日歐聯手人類重返月球他做什麼事呢 那個時候阿姆斯狀登陸月球之後就踩一步 我的一小步是人類一大步 然後下課回家 這次不一樣 短期目標是重返月球 長期目標是在月球建立人類的永久基地 這個永久基地大家不要覺得說 建立永久基地要幹嘛 要在那邊camping嗎 露營嗎 沒有 其實核融合有個關鍵的元素叫做駭山這個同位素 不是台灣 地球幾乎沒有駭山 你幾乎找不到足以讓全人類使用 而且具有經濟價值的駭山 可是依照現在在月球採集的礦物質 月球有大量的駭山 而駭山是被視為最適合做核融合的同位素 它裡面整個月球含量目前估計26萬噸 可以供人類2600年使用 簡單講從我們現在開始一路往下推 大家都不用為人員所煩惱 所以這些事情都是未來下個世界的科技戰 而中國其實剛好被排除在登月之外 所以中國現在有點變成國際的孤兒 那如果中國有兩種選項 一 放棄過去對所有專制體系的堅持 重新融入西方社會 共享開發月球的繁榮 二 自己幹 跟美國來拼阿提米斯計畫 可是這就會陷入到當時冷戰時候 蘇聯跟美國開啟太空戰 結果呢 一個人獨目難稱大局 最後讓自己經濟崩毀的結局 所以現在中國確實也遇到了難題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創下我剛剛播給觀眾朋友看的這個女生 是美國現任的能源部長 她叫做格倫霍姆 她事實上主導了這一回合新的能源大戰 那主要的原因是美國官方 能源部福祉的核融合相關的實驗 有了新的進程跟突破 這一次核融合能夠成功 其實已經預告了一件事情 就是宇宙最深層最強大的力量 核融合已經被美國人有技術給掌握住了 然後掌握這個核融合的技術之後 從此宣布再也不用管沙奧地阿拉伯這些國家了 因為石油四季即將結束 太陽人板也不需要了 全世界將會永遠沒有人源危機 源源不絕的一個人源 其實我們知道原子裡面呢 有兩個狀況 一個叫做核分裂 一個叫做核融合 原子彈就是核分裂 但是核融合的能量和力量是更大的 所以也有做過氫氮 但是那樣扣大的力量 你沒辦法控制 所以怎麼樣把這樣一個力量 拿來使用變成和平商業用途 一直是這五十幾年來 從氫氮問世以來 大家在想辦法努力的狀況 那核融合的能量到底有多大呢 太陽裡面就是核融合 核融合就是氫原子和氫原子 相撞以後 在高溫高壓撞了以後 產生氦 然後這樣子裡面會釋放一些能量 光太陽 一秒鐘放出來的能量 是我們人類老祖宗開始專目巡火 到現在人類的所有歷史裡面 包含原子彈 包含戰爭 包含所用的所有人員的總和 所以他如果能夠掌握這個能量 以後核融合又可以在核子裡面 在和平用途以後 再也沒有污染 再也不需要燃燒油 再也不需要太陽人 再也不需要瘋人 全世界人員將源源不絕 那美國為什麼撐回來之後 講到這麼重要呢 因為事實上桑迪亞實驗室 和這個勞倫斯實驗室 在12年前就已經創造了這個 美國國家點火機制 這個點火機制裡面就是嘗試 能不能在人類可以控制的環境之下 產生核融合 然後不會讓它變成像氫彈一樣爆炸 他們在12年前就已經成功 可是那次成功之後 它呢其實在你看正中間 它是像針尖一樣的一個小球 這個小球裡面是有很多洞的 然後那裡面有一百九十二根管子 那是微雷射 微雷射打進去之後 在裡面有那個氫的同位素 刀焊川 刀焊川裡面放在裡面 用這樣的能量 裡面的壓力是一千億大氣壓 然後是攝氏一千度 一撞之後 就類似太陽正中心的一個狀態 讓這些氫原子碰撞在一起 融合成為害 然後就釋放能量 然後過去的時候 他們曾經做成功 然後做成功之後 中國在核肥也跟著做 法國也在做 德國也在研究 但是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要打那個雷射的時候 你要灌注能量 所以過去核融核 大家都做了很多成功 但是成功的結果是 你用的能量比你產出的能量還要多 那你這樣子根本就沒辦法解決 但是他們這一次是打了二點零五百萬瓦的能量 一進去 進去之後 整個碰撞之後 確實讓刀焊川產生了氦 而且產生了產生能量 而這個能量是三百萬瓦 這個差別是什麼 就是我真的是用能量產生能量 而且更多 所以代表核融核 我們能夠產生一個小太陽的技術 確實的領先 那事實上三百萬瓦其焦耳 三百萬焦耳其實是蠻小的 三百萬焦耳大概就是 我們呢 如果把一壺水燒起來 也就是百萬焦耳 可是已經掌握了這個技術 展生了一個增生的能量 所以美國會宣稱到二零三零年 可能就有一個核融核的電廠 就出來了 而這出來之後 以後美國再不需要看你沙烏地阿拉伯 再不要看你俄羅斯 天然氣也沒有問題了 就是這樣一個技術已經掌握了 人員掌握在手裡 掌握人員就可以掌握全世界 而且我打個差 核融核的這個化學反應的過程 跟核分裂不一樣 所以它並不會有核廢料 跟核污染的問題 所以它被稱為清潔的新能源 其實我們現在知道像核分裂 像我們現在的原子反應爐 那種東西就是核分裂 什麼布啊什麼的那個 一分裂之後會產生阿法射線 干嘛射線 還有核廢料 還有什麼一大堆 可是核融核去碰撞之後 它是形成一個更重的原子 而更重的原子 在裡面有一些次原子的粒子 釋放成能量 所以它沒有核污染 也沒有放射線 也不需要產生核廢料 所以是永遠乾淨 而且它的量 是核分裂的非常多的倍 所以我剛講就像太陽一樣 太陽一秒鐘的能量 我們人類有史以來到現在 所發生的各種能量 都還沒有太陽一秒鐘多 所以如果它以後 展為了這個 你只要一個電廠 幾個電廠 核心的地方 控制好 搞不好全世界 永遠就 再也沒有人員問題了 所以難怪昨天 美國能源部長 本人親自出來召開記者會 他事實上真的可能 擺脫過去一百年來 備受石油載製的 石油戰爭的能源壓力 所以只要石油四季已經結束了 人員危機也已經結束了 所以而且是 美國第一個做到 我是真的產生 不是像中國合肥那邊 是用更多的能量 告訴你說我做到了 可是事實上 你反而是讓很多的家庭 很多的工廠 是沒有電可以用 是真的產生 像太陽一樣的能量 所以美國出來這個 那這個東西呢 對有什麼影響呢 第一個呢 你習近平跟沙烏地阿婆 再怎麼好也沒有什麼意義了 你普丁也沒辦法再用人員去威脅全世界 而且在太空爭霸戰 又佔了一個新的一個狀況 我們知道說前幾天 我們才講到獵戶座 獵戶座他整個要加速的狀況 因為他上了太空之後沒有辦法 所以他要繞月球兩次 用動力彈弓加速到32倍音速 但是如果有核融核反應爐 放到太空船上面 他可以無限加速 所以不需要再透過一次又一次繞星球 然後變成重力彈弓 不斷加速 就好像我們現在 飛得最遠的旅行家 飛了三十七年 才飛出太陽系 又繞月球 又繞火星 又繞木星 一直繞繞繞繞繞繞 重力加速 而且這個速度 以後呢 有這個核融核 這樣一個狀況 太空上 他就更快了 所以以後不會看到了 不是什麼三十二倍音速 可是三百二十倍音速 三千兩百倍音速 因為核融核這個技術 就變成是一個人員 和動力的一個來源 而美國現在人員上領先了 那現在太空上 又開始找了盟友了 所以他又把日本給找了進來 所以SpaceX 又跟日本的民間企業合作 開始發射了一個登月小艇 是日本的民間企業的登月小艇 將來也會在月球嘗試登陸 那日本的技術在哪裡 日本的路爾島 日本的其實全世界第一個 在小行星採礦回來 是準鳥二號 所以日本其實太空技術 也有他精巧的 跟美國不一樣的 所以每日在合作人員上太空上 習近平恐怕都只能在 遠遠落後在後面 好創下 剛剛看到的是中國疫情 事實上還在惡化 中國疫情還在惡化 而且很重要的是說 習近平在上個禮拜 才開中央政治局會議 決定接下來的方針 在解封之後 就是要穩經濟 要穩中求穩 要讓經濟穩下來 但是黃伯就在追蹤 他們本來正常的是 每年在15號 原來預定15號 要開的中國全國的 連度經濟工作會議 閉門起來是所有的大咖 財經大咖 省長省委書記 通通要參加 習近平還有那些政治局委員 通通要參加的 現在被傳出延期了 那為什麼延期 而且延期之後 因為這場會議 就要決定2023年 全年度的經濟發展的指導方針和實質計劃 你一延期之後 2023的經濟就變遙遙無期了 而且現在想說延遲之後 不知道哪天重新開會 哪天重新開會 這就讓你想到是 像2020年 疫情爆發的時候 他們的兩會 一旦的延 延到最後五月才開 所以是不是中國的疫情 又出了問題 因為通通關起門來之後 這些大咖 如果懶役了 中國會更麻煩了 那為什麼會有擔心這個呢 因為現在整個習近平一解封之後 真的疫情就爆炸出來了 北京官方12日裡面官方的衛健委說法是說新增了1027例新增的本土病例 可是呢 其他的像自由亞洲或其他的媒體發現說短短一週之內在北京那邊PCR陽性的超過20萬例 這20萬例裡面還不止如此 還傳出來了 有的一些傳言是在網路上是說北京有些太平間都已經滿了 那甚至於在定海那邊呢 海定區呢 有一家醫院在藥局那邊貼出一個公告 我們這些藥師是染疫之後還勉強上港 請大家要多多的寬容 然後甚至傳出有個醫院在北京的一個醫院所有的醫護工集體染疫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然後光是11日北京的發燒門診就有一天之內有2.2萬人次 是增加了16倍之多 然後北京的那個急救電話120 24小時之內有3.1萬次是平常的6倍 所以整個情況都爆發了 甚至傳出連保定解放軍裡面的軍區 都可能傳出了集體染疫 而在這個情況還不止如此 其他的白子革命降下來了 但是抗爭那些醫藥生又起來了 在福建 徐州 江蘇 四川醫學院的學生又爆發了 特別是在四川的華西臨床醫學所 因為現在在處理這些疫情人手不夠 所以他們這些學生都掉上去了 掉上去之後呢 他們認為你的防疫措施是沒有具體的距離 然後怎麼去處理不知道 而且不公平 同工不同酬 不准休假 但是實習生你上去 你工作是沒有錢的 碩士給你薪水是一千塊 而醫護人員是一萬塊 所以他們也開始抗爭 而這種抗爭之下 所以最後呢 曾經寫過中國即將崩潰的張家敦 就說整個情況看起來 就是習近平的草率的解封 完全沒有plan B 所以是一個完全沒有計劃 可能中國的疫情的河冬天 已經要來了 而這樣一個河冬天 你就發現一個狀況 就是在上海呢 像上海那邊呢 就很多人開始搶藥了 其實類似我們的那個症狀藥的普拿藤 症熱劑啊 開始大排長龍拼命搶藥 然後甚至於在北京那邊 藥局裡面類似這種感冒的症狀藥 全部空了 有人在冬天裡面寒冬裡面排了五個小時 大排長龍在搶藥 甚至於連我們台灣的藥局 都已經傳出來說 台灣開始普拿藤這些人 已經開始搶著買藥 要寄給大陸的同胞和財商 所以其實北京的疫情繼續惡化 連經濟會議都開不出來了 創下我們剛剛看到當年美蘇能戰 也是這一個太空計畫拖累蘇聯 現在美中的霸權之爭 其中一個核心戰場就是太空戰場 今天是中秋節 但是月球不再是那麼的狡捷 而且那麼的平靜 現在兩個大國都在月球上 進行一個爭霸戰 中國和俄羅斯合作大量的砸錢 要把嫦娥他們的計畫 嫦娥計畫 嫦娥重新送回月球 在南極那邊在2030年的時候 建立中國和俄羅斯的月球可考戰 月球基地 那美國呢 急起直追 所以美國重啟了阿提米斯計畫 阿提米斯在希臘神話裡面 就是阿波羅的妹妹 月球之神 美國也把他送回去 而整個美國的阿提米斯計畫 投資目前第一個階段 總預算是980億美元 那這個時候他本來在9月底的時候 8月底的時候 就要把阿提米斯1號送上去 但是因為在測試的時候 在發射前的檢測的時候 有一點點的液態氫外線 然後經過幾天的檢測之後呢 10月4號發現液態氫外線還是有問題 所以送回去他們的整個廠房裡面 重新檢測 因為這太貴了 太貴了如果出了一點問題要被炸掉的話 那是幾百億就不見了 再重新檢測之後 而且因為下次就要等到10月14到10月17 地球之瘡 在四核的時候再把它重新打出去 過去在阿波羅計畫裡面 神龍5號是人類史上做出推力最大的火箭 它當時的一個推力呢 一下子一噴射出去的時候是760萬磅 這樣的一個推力 760萬磅的推力是同時可以把30架 滿載的波音77全部跑到天空 而這一次的阿比比斯計畫呢 它呢 因為當時呢 還是沒有進入數位時代 沒有進入這些微電子時代 那現在有很多數位時代 有很多的複合材料 所以它的推力達到880萬磅 而最大的差別是 它裡面可以存在的東西越來越多 當時的小英號去到月球那邊 只能擠三四個人 現在列護座目前去可以到六個人 而整個馬斯克 預計將來這個小列護座呢 可以到50到100人 那所以50到100人 就變成所謂的太空部隊 就越來越成型了 那它整個這個狀況是怎樣 火箭打出去之後順著地球 它是因為我們的燃料其實也就這麼多 所以地球出入地球之鑽之後 繞著地球的軌道轉 利用地球的引力重力加速 到了一個臨界點之後 重力彈攻 對準的月球一彈 就直接彈過去 那彈過去之後 列護座號大概8到14天 到達月球上空之後 開始在月球上空是繞 預計是繞30到42天 而這30到42天裡面呢 最低的時候會接定地球只有96公里 然後在這96公里裡面 它這次主要探勘的是 月球的南極 為什麼是月球的南極 第一個 上次的阿波羅計畫沒有去過月球的南極 而中國目前可能在搶月球的南極 要勘查十幾個地點 下一次阿提米斯2號 阿提米斯3號 這要登陸的時候適合的地點 而為什麼又是月球的南極 因為經過這50年的研究發現 月球不是廣寒之宮 月球其實在南北極地方 可能有當年成存的水 那有水之外 也有稀薄的大氣 那如果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而且美國在上次拿回來了很多的土壤裡面也研究 有些地球植物 是可以在月球上生長的 所以這次阿提米斯的獵戶座裡面 上面還帶了一些太空樹的種子 在這月球上去繞 看是不是能夠做一些實驗出來 然後最後在回來之前他會丟下十顆 大概像協核一樣的微衛星 在上面繼續的去圍繞 然後這個都是整個美國就告訴你說 我現在這個計畫裡面 我將來宰的人 我的整個科技能力都被力強 然後除此之外呢 當然大家競爭的還有在火星 那火星現在中國的天問也在火星上面 然後美國的毅力號也在上面 而這個人把物體送上去是一件事情 把人和生命送上去更是一件事情 所以美國也同時發布了 業力號送上去的時候 大概有一個像烤麵包機 這麼大的叫摩西 摩西它其實就是火星在地資源 就地利用製造氧氣計畫 已經實驗成功 一小時可以產生十公克的氧氣 大概就是利用火星現有的資源 它就可以去轉化 10公克氧氣就跟一顆素 一小時產生的一樣 所以如果將來 它這樣有技術更成熟 將來在火星上 你就不需要從地球上 想辦法運送氧氣過去 在月球上想辦法運送氧氣過去 人就可以直接在那邊生存了 所以這個時候美國要去展現 那當然現在因為阿提米斯 比較緩慢一點 但是美國的決心 看美國的技術 也在中國告訴你說 你用錢砸 但是我用高科技 遙遙理切於你 張老師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美軍事實上加大力道佈局 太空軍它有全方位的競賽 而事實上 這個太空戰爭的第一波 確實是當年美蘇冷戰當中 是重要的一個高潮 那緊接著這幾年 中國也不斷的嘗試 往太空發展各式各樣的領域 而也加大力道 引來了美國的反制跟佈局 過去在1957年開始 整個國際地球物理年開始掀起了這個整個的美蘇的太空競賽 那經過了這個十多年的一個競爭之下 無論是誰先發射第一顆的照衛星 誰先上了軌道 哪一位女性太空人先進到這個地球軌道 再包含了誰去進行了這個 在這個太空漫步 那也包含了誰登陸到月球 最後這個截然中止 到了月球做了一個最完美的一個這樣的一個結束 在這樣的一個歷程下 其實經過了50多年 也看到這個美國開始提起的阿提米斯計畫 那其實相對來說為什麼提這個計畫 表面上當然是所謂的如何去探測月球 如何去發展這些新的商業的機會 如何去激勵新世代往太空方面 來進行這樣子的一個 不論是學習或者是探索 其實最大的一個狀況其實就是 新的太空競賽其實已經演來開始了 那這個當然就是美國和中國 在這個月球進行的一個競爭 那美國現在他的阿提米斯計畫 當然他是希望說 首先他必須要搭載這個女性 還有非白人能夠登月 那同時呢要跟所謂的商業公司 還有國際夥伴一起來執行 這是過去其實都沒有的 過去都是美國人自己在做 那現在他其實拉方結派 希望大家一起能上去 當然第一步就是所謂的落月 再來呢就無人落月 然後才是所謂的載人落月 那最後大家當然就是希望能夠載人 無論是登月或者是進行落月 那再要實現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你就必須要有一些工具 當然現在這個太空 這個發射系統火箭 就是一個最主要最主要 我們這幾天所看媒體上所關注到 這個火箭的發射 上面會搭載的獵戶座的飛行船 然後配合上這個地面的系統 然後最後到了月球的時候 如何去登月 如何去建立這樣子一個登月基地 那為了要進行下一步的火星的任務 當然就必須要在月球上面 設一個雜道站 所以在整個NASA他的計畫下 其實就是靠這樣的一個步驟 一步一步從月球再到火星 可是我們現在所看到這個阿提米斯 他這個軌道這個想法 其實跟過去50年其實是沒有大家的差別 大家還是用這樣子一個概念去進行 如何去登月如何去繞月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像Space 民間公司所提出來的想法 就跟他完全不一樣 他不見得一定要去繞月 他可以直接就從地球補給完了以後 直接進到火星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商業公司的創新下 其實過去很多的想法其實會被推翻 馬斯克現在的豪宇是直接殖民火星 這個跟以前大航海時代一樣 大航海時代他們在找新大陸 後來他們事實上在拉丁美洲 在美洲大陸找到了新的這一個領土 跟新的這一個發展 那馬斯克真的也有可能殖民火星 他現在的豪宇是2043年要看到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太空這個發射系統 這樣子一個火箭 跟過去比較起來 跟過去比較最常比較就是跟太空說來做比較 那相對來說他的運載能力 其實雖然這個新的火箭 就像剛才所講的 他有這個八百八十萬磅的這樣一個推力 可是新的這個星艦計畫 Space的星艦計畫 事實上是幾乎是他的一倍以上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過去我們可能只能 像新的這個火箭 他只能推到27公噸的東西運到月球 可是未來Space他能夠運到是100公噸的東西 直接到火星 所以這個狀況是完全不太一樣的 嗯 那我們過去 現在所注意到 其實大家 跟過去阿波羅計畫 所登月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樣的 過去就是選擇在月球的赤道附近 那現在全部跑到南極 其實就是兩個重點 第一個南極有冰 而且這是確定了 已經被發現了 那冰為什麼重要 因為就可以產生水 有了水 人類就可以飲用 人類就可以冷卻一些設備 同時我可以去產生氧氣 這個氧氣就可以供呼吸 那產生的氫氣呢 就可以當作火箭燃料 而現在SLS上面的燃料 就是氫和氧 那再來另外一個就是 但南極的好處是 他可以長期的這個所謂的日照 所以他會產生電 有了電你才能去電解水 產生這些燃料 那現在中國他們的探月工程 其實在2004年就已經開始啟動了 無論是所謂的烙 在烙月或者是落月到登陸月球 那再來就是他能夠把一些樣品 能夠回反到地球 目前他們這三個工程都已經完成了 而且他們的狀況其實非常的好 幾乎都是成功的 沒有太多的一個失敗的這個部分 所以目前來說 其實中國在某一些在無人的這個登月 甚至回收的部分 開始有一些領先 那俄國的話其實相對來說就比較落後 他們是自1976年以來 他們最後一個任務完成之後 他們到目前為止從來沒有上過月球 所以他們在今年的9月 就是這個月 他們會發射他們的LUNA25 然後會進行烙月的活動 那事實上這個合作都是蠻有限的 所以我相信 中國和俄國其實他們會 在一起 然後去進行這個 國際月球的研究戰 來進行相關的研究 那我請教一下明傑 兩個美國前後首富要爭奪太空霸業 所以太空霸業不僅是商業之爭 也不僅是國家戰略之爭 確實也是下一世紀之爭 對不管是軍事或商業的一個太空爭霸 其實要有這個底氣要能夠砸錢 因為這一個我們看到馬斯克 上個星期才講說準備要力拼2026年 要這一個載人登陸火星 那昨天凌晨等於 他的這一個所謂Starship 就是這個火星的太空船 專用太空船又再一次進行高空測試 那這等於是他的一個原型艦 這一次的這一艘叫做這個SN9 上一次測試過一個是SN8 那上一次那一次我們看到整個過程 其實他跟這一次新的測試是非常的相近 大概都是先讓這樣火箭 這個急速升空到這個大概 將近1萬公尺的高空 然後這個過程中再把他的一個發動機 給熄火關掉之後 讓他這一個自己自由落體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下降 但是會調整他的一個姿態跟方位 那等於說希望能夠精準的 能夠降落在他的一個發射地點 不過這個過程上一次來講 將近飛行的6.5分鐘 那我們看到這一次其實跟上次的過程中 其實非常類似啦 就是說你看到他這個火箭 從這個落下過程中先擺成水平 然後要把它擺正成垂直的過程 在最後那一剎那 這個降落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技術的關鍵 可能沒有辦法突破 所以又失速墜毀 那這一次等於說這樣的一個測試 其實又等於說再度的失敗 不過你可以看到這SpaceX 他相關的工程師都這個完全不屑氣 都說還這個沒有問題 這一次過程中也收集到很多新的一個 數據跟這一個參數 可以做一下是改正重要的參考 但你就會知道說這樣的一枚火箭造價 其實他沒有對外公開 但是絕對是非常的昂貴 那每一次都是用這樣的測試 然後這個墜毀那就算了 因為像這一個這個馬斯克他先前 才這個對外講說 SN8測試失敗之後 他說沒問題 我還有SN9跟SN10 那像這一次SN9又墜毀 還有一艘這個SN10 準備隨時可能就要進行測試 所以這一個真的是底氣非常雄厚 這個等於說他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 算是燒錢的方式來等於說 引領所謂的未來的太空技術 那當然這個上火星 2026年他希望達成這個目標 可能因為這個星件 這樣的測試可能會耽擱 不過他的一個主要的一個雄心壯志 還在於說未來這個載人 這樣的一個星件 一次要搭載100個人 那前往火星 那過去來講NASA本來他也有一個 登陸火星的計畫 原定是在2033年 那他現在說他可以提早7年 而且在這過程中他可以用更快的速度 就是說NASA他的評估 如果未來的一個等於太空船 飛抵到火星大概將近半年之久的時間 他可以把這個時間縮短到一個月 那當然NASA他未來打造 還有這核動力的一個發動機 核動力的火箭 那有不同的型態 但是SpaceX目前來講 他還是走在NASA的前面 那同時他過程中他也講說 他還要打造很多個太空的燃料補給站 讓這些所謂的星件 在飛往火星的過程中 能夠在這些補給站進行燃料的補給 所以你可以看到過去可能是電影的場景 可能是小說的一個劇情 未來可能真實上演 那除此之外其實這個是登陸火星的一個計畫 另外已經可以實現的就是說 載著所謂的用商務太空旅行的方式 那透過他的一個烈鷹9號 還有像去年11月你可以看到他的飛龍太空船 這個搭載的市民正規的太空人上太空 然後進到這個太空的這個相關的這個補給站 去這個相關的物資補給運行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 今年開始要改成商務旅行 開放給所謂的一般民間社會大眾 那等於說今年有個計畫 今年就會實現就是說 現在也有四個準備這個要登上太空 但是他不是正式的太空人 有四個人 那這四個人代號也非常有意思 他們把取名叫領導希望康愷跟繁榮 那中間這個領導 據說他是這個華爾街這個證券交易所的一名CEO 那他的身價有上達億萬 那等於說他因為過去他就具備飛行員的資格 所以這次的任務由他來帶領 那同時這個這次最特別的是 另外三個通通都是民間的成員 那其中有一個是這一個 美國一個兒童醫院的一個大使 那他等於是一個等於說是準備 中間重要的一個人士 那也要從事跟這個所謂慈善事業有關的相關的宣傳 那另外兩個名額就更特別 另外兩個其中一個他要開放給民間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去贊助這個兒童醫院 其實你只要最低門檻10美金來標就可以 但是我們知道不可能你10美金就拿到這一張票 一定是大家喊價嘛 那到最後可能會搞不好百萬千萬美金都有可能 所以最後這一張太空船的這一個 等於說這個這個入場券 是可能由這一個人 那還有最後一張是更特別的是說 直接用抽籤電腦抽籤的方式 你只要來登記 那誰抽中誰就可以上太空 而且他這個太空行程基本上可能會有幾天到一周的時間 不過過程中他會以每90分鐘繞地球一圈 如此的高速在太空旅行運行 然後最後再回到降落到這個所謂地球上面 所以這樣的一個商業太空旅行 基本上這個除了火星的計劃之外 今年就會實現 那最後當然中國也這個輸人不輸正 等於說他的這一個同樣學習 除了他的一個中國航太工業 等於說他的一個官方的公司 頻頻在發射所謂的這個衛星跟運載火箭之外 他也有所謂的民間公司 其實大概就是在跟SpaceX較勁 那有一間叫北京星際榮耀空間科技公司 那近期發射了一枚這個所謂雙曲線一號的 這樣的一個火箭 那搭載衛星準備要升空 但是在過程中他又有一個火箭脫離之後就墜毀 所以最重要是說這一枚這個火箭上面 畫了很多的文字 所以被大陸網友說這個好像就像是一個天書 寫滿天書 那有人更深直接說這跟鬼畫符一樣 天書直接寄給上天了 就直接墜毀 那這樣的一個火箭頻頻發射失敗 其實我們在去年看到頻率非常高 從這個不管長征7號長征5B長征3E 一直到像快舟11的火箭 非常多的一個火箭去年試射都失敗 所以當然這個中國內部也認為說 可能跟習近平講的這種高科技 被美國包含晶片卡脖子可能是背後的主因 這個美中之爭就如同貝卓斯跟馬斯克 從地球打到外太空 那外太空的戰略上呢 美國的衛星照最近發現中國發展新一代的核潛艦 對解放軍正在加速打造他的核動力潛艦 那包含SSBN或SSN核攻擊潛艦或者是戰略核潛艦 那近期這個有商業衛星拍到這個美國海軍新聞去引述 這一個照片說在中國的渤海造船廠 發現一個等於是新造的核潛艦的這個船段 那從這個船段的一個長寬來這個評估 非常有可能是已經著手在打造新一代的095 唐級的核攻擊潛艦或者是096的戰略核潛艦 那這一個船段其實應該初步評估 他的長是30公尺 但是長度大概比較沒有辦法去推估他未來是哪一型的潛艦 但是他的寬度大概將近有12公尺 那如果去對比現有的包含像他的這個094來講 他長133公尺但是寬大概有13公尺 如果是093來講的話長110公尺但是寬大概11公尺 也就是說現在發現這新的這個船段他的寬度 約莫在這093跟094之間 那如果是這樣的一個大小的話 外界可能評估096我認為可能性相對比較低 因為096未來他號稱要搭載巨浪三型巨浪三型的射程更遠 他的一個彈徑要更大 那如果搭載12枚有了號稱說24枚 他一個整個戰略核潛艦的一個體積必須勢必要放大 那盾位也要更增加 那現在094大概滿在是水下9000噸 093來講滿在水下7000噸 所以以這樣的一個船段評估來講 非常有可能兩個可能 第一個就是說 的確有可能是這個進入到下一階段 新型的核攻擊潛艦095型 那或者是093型現有的六艘裡頭 包含像A型B型 那可能性能提升改這個改進型 那等於說還是維持093的等級 不過這樣的一個新的核攻擊潛艦 當然他的性能相對來講會提升 外界一般評估來說 他可能現有的093型 他要發射這種英吉18潛射的一個巡域飛彈來說 他必須透過魚雷管 未來可能就會有垂直發射系統 那這樣的一個新型核潛艦的打造 當然對美方來講 他們認為這樣的一個加速的進展 當然是一個未來潛艦的一個威脅 特別是2030年非常有可能 他會從現有的12艘 這樣的一個核攻擊潛艦會大幅的加倍 這個增加 那這樣的一個核子的潛艦的威脅之外 其實還有包含像BBC近期也觀察到 我們先前持續談到說 1月23號解放軍用他的轟6 來這個對美軍的航母模擬 進行所謂空對艦的一個攻擊 那他盤點了非常多的解放軍 可能用轟6來搭載的一個空射的個型的巡域飛彈 可能有哪些 其實光轟6本身 其實他就衍生出非常多的一個型號 包含轟6K來說 就是說他去年對外展示有新型的這個加油型 轟6N 那轟6N大概數量不多 大概只有4架 另外還有轟6H或轟6L 那其實海軍航空兵也有轟6G或轟6J 轟6J也是可以加油 但是數量其實 海軍航空兵來講就是14加4 大概只有18架來說 那整體轟6系列的轟炸機 解放軍號稱有200架之多 但是若以妥善率來講 外媒評估是大概將近只有100架 那這樣的一個轟6轟炸機 最多可以掛載4到6枚的個型的巡域飛彈 但是要看哪一型 那這一次外界評估認為 最可能的是屬於英籍12 那他等於是空對艦 那他的射程大概有400公里資源 那號稱時數可以高達這一個3馬赫 那等於說其實跟這個 我們台灣國造的熊山的超音速反應 非常非常類似 那當然其他的還可以搭載空射 空對地的長艦20 過去就用這樣在模擬要打擊關島 另外其實還有被發現說 這個有這個4架的轟6N 他的一個基附似乎出現一個凹槽 好像準備要掛載這個可以 這個號稱也是能夠打擊 航空母艦的一個 所謂的彈道反艦飛彈 東風21D 那掛載一枚 用空射的方式來打擊美軍用航母 如果是掛載這型飛彈 相對的威脅更大 因為他射程大概1500公里 那速度可以到6馬赫 另外還有像這一個 英級62 英級83 英級63 等等 不管是空對地空對艦 但是這幾型來講 他相對來講比較老舊 而且他彈體非常大 大概1枚要到1.5噸 所以他的一個效益 不管是他發射之後 被美軍所謂的這一個防空標準 二型飛彈各型標6來講 攔截機率大增之外 事實上這樣的一個傳統的舊型的 空對艦的飛彈其實已經相當落伍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美軍的這個螺絲符號航母 這個打擊群的指揮官 在通過這個巴士海峽進入南海之後 還對外宣稱說 解放軍這一次的模擬演練 對美軍並沒有構成的任何的威脅 也就是說現在解放軍做的 這樣的一個模擬攻擊 美軍和這個 不管是這一個航空母艦來講 整個打擊群的這個艦隊 這樣的一個做法 其實在政治上 這種戰略性的一個假動作的意味 還是比較濃厚